协会的张理事长 冯执行长 我们的严副主委 陈副署长 各位评审的老师 还有我们今天得奖的各位厂商 大家晚安 今天很荣幸也很高兴来参加这个盛会 当然我们也非常感谢协会在过去二十年的努力 除了让我们消费者有保障 除了让我们的这些品质好的厂商得到认可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协助政府 在政府没有办法看到的地方 当做政府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 当然我已经不在政府服务了 但是我最近在努力什么呢 我最近在开始在推所谓的任性城市 就是我碰到很多做叫做智慧城市的朋友 里面弄了一堆AI IoT 弄了一堆光鲜亮丽的东西 我就跟他讲说你弄得再好 水一淹什么都没有了 那这东西不叫智慧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必须要把任性的概念摆进去 当然现在时代在进步了 我觉得循环经济的概念也应该要反映在我们的建筑业上面 我们的建材 我们如何不要再 事实上我们台湾人常常讲说 这是原木 这是最好的大理石 我觉得当然那是一个非常好 非常漂亮的东西 但是现在的社会要讲的是 它有多少碳足迹 它有多少水足迹 它对环境的冲击是多少 所以我们过去 我在还在部里服务的时候 我再提倡一个概念 叫做低冲击开发 不是说我们不能开发 而是在开发的过程里面 我们如何对环境的冲击达到最少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未来期待 未来我们把任性 把低冲击开发 把一些先进的指标 循环经济的指标 都把它放到我们未来评选的一个 一个标准里面 我们希望我们盖出最好的房子 我们也希望盖出的房子 是对环境最友善的 是最安全的 我觉得大家一起来努力 那当然另外刚刚也有 这个长官提到 其实我们台湾面临的是 快速的老化 所以我们未来 我们以前讲的叫做无障碍空间 我相信我们未来可能不要比 无障碍空间还要再多做一点 因为很快的我们都在老人的行列里面了 我们希望说 这个在一个老人 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物 这个城市里面 我们要如何让他有一个 不一样的概念 我相信我现在在学界 我们一起来努力 我们还有在政府服务的 这些同仁 我们一起来努力 当然最重要 执行的时候是各位 各位业者 各位一起来执行 所以我是觉得一起努力 我们希望让我们台湾 这个越永续 越安全 越漂亮 然后呢 当然各位要赚钱 那是一定要的 但是我们赚我们该赚的钱 我们的品质要顾到 我们让消费者 可以享受到 他应该要有的 付出的品质 我想今天也不宜讲太多 我就跟各位报告到这地方 谢谢大家 恭喜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